如果你买的是一个二手的PS5 如何简单的快速验机 看看它有什么问题 因为只要是二手的 多少都有点风险 建议大家先收藏 外观检查环节 我直接跳过 下面直接讲干货 首先在这个机器上登录港服账号 如果是港版或者日版的机器 可以直接登录 如果是国行的机器 用备份的方式登录 登录之后看商店的货币单位 比如黑城隍悟空 它是298HK 如果是国服那就是RMB 这一步主要是鉴别 有一些被办过的机器 是不能登录账号的 好 第二步 在港服商店 最下面有个免费 下载两个游戏 一个就是原神 另一个就是宇宙机器人 这一步主要是看 你新买的这个机器 它在港服商店下载环节 是否能走得通 第三步 再玩一下原神 或者其他需要联网的游戏也可以 因为原神是一个联网游戏 这一步主要看你这台机器 它的联网功能是不是通的 第四步 再玩一下宇宙机器人 因为这个游戏 它有一个手柄检测程序 就是控制器演示 它可以把PS5手柄的全部特性 全都走一遍 特别要注意的是里边的自适应扳机 L2和R2 这个是一般PS4手柄或者别的手柄是不具备的 还有就是触觉震动反馈 以及麦克风 还有扬声器 还有六轴托螺仪都检查一遍 看看功能是否是完好的 第五步是手柄检查 这个手柄如果出现咯吱咯吱响的声音 这是正常现象 主要看刚才提到的那些功能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摇杆有没有飘移 这个按键是否有不回弹 粘力的现象 这个飘移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控制角色的时候 或者在主菜单界面 我没有做任何操作 它自己会往后跑 或者往左跑 这叫飘移 第六步是下载一个你以前没有下载过的 免费游戏 或者游戏的试玩版都可以 因为它下载之后 它会给你发个邮件 然后我们进入邮箱 看看是否能收到订单邮件 这一步主要是看看 它是否能够购买免费游戏 第七步购买一个月的二档PS会员 或者其他便宜的数字版游戏 这步主要是看看付费交易流程是不是通的 第八步是找一张游戏光盘 插到PS5里面看看光区的读盘情况 另外他还会检查这张光盘是不是正版 以及自动联网验证并下载 这一套是不是能走得通 PS5在读取光盘的时候 读盘声音有点大 这个属于正常现象 第九步就是烤机 找个PS5版的游戏 别找PS4版 因为PS4版的游戏不能让PS5全负载 满负载的工作 连续玩上两个小时以上 看看主机散热是否有问题 看看是否是会出现提示过热 或者突然断电 死机花瓶之类的问题 主机后面如果热这是正常现象 毕竟这个机器有200多瓦的功率 另外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要把PS5放在没有遮挡的地方测试 特别是上面前面后面 要给它比较大的空间 最后一步就是检查一下配件是否 齐全 PS5机器的标准版包含了一台主机 一只手柄是白色的 还有一条手柄的数据线 还有一条电源线和一条HDMI2.1的线 老版本的PS5底座是这种黑色的 新版的是那种横卧的支架透明的 机器的型号和生产年份 生产时间还有序列号都在机器的底部 另外机器前后一共4个USB接口 我们可以找个U盘或者移动硬盘 挨个插上去试试 看看是否能正常读取 这个U盘或者移动硬盘的分区格式 要给它改成EXFAT的格式 机器后面有一个网口 有条件的插根牵着网线连一下 测试一下是否是通的 经过以上10个环节的检测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像PS5游戏机这种东西 只要开机正常能用 没什么问题 那以后估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像我上面说的这些操作 最好能在一两天之内完成 一旦发现问题马上退 我上面说的这套方法 算是抛转引玉 欢迎大家补充 我觉得吧 如果钱差的不多 建议还是买个新的 主要是为了省心 最后祝大家购物愉快 都能买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好宝贝